亲爱的小朋友,大家平安 我们思想 基督徒的生活跟别人生活 有什么不一样呢? 生命记十四章提到的 就以色列人的生活有几个面向 跟其他人不一样 第一个,他们的饮食 是很清楚的规范 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 第二个,他们的外表 他们的服饰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第三个,是他们 十一奉献,甜产的 十分之一,投身的 要奉献给上帝 到了新约,这个饮食的禁令 是打破了 在基督里,一切都是洁净的 是可以吃的 但神也期待我们,在我们的生活 在我们的外表上面 跟世人不一样 活出一个光明荣耀的样式 并且我们也学习 十一奉献 特别提到了,在奉献上面 今天我们要走这条道路 其实背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在这一章告诉我们 因为我们是 神宝贵的儿女 是圣洁蒙爱的子民 并且我们今天 一切的生活 一切的言语 一切的金钱的使用 目的 是为了敬拜神 并且向人表达 对人的爱 关心身边的人 是的 生活看起来 你我也要读书 你我也要吃饭 好像跟不是基督徒 看起来差不多 但是我们里面不一样 我们知道我们是谁 我们是神宝贝 所疼爱的孩子 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生活 以前的目标 是为了要荣耀神 爱神 并且爱人 只在神眼中 极其有价值 这一章告诉我们 因为你归耶华 你神为圣洁的名 耶华从地上的万民中 拣选你特做自己的子民 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子民 圣洁蒙爱的子民 因此我们的行事为人 就活出一个不一样 荣耀喜乐 爱神爱人的样式 我们来祷告 主耶稣 我们谢谢您 让我们的生活 能够看到耶稣你的旨意 走在一个不一样的道路 也许旁边人觉得 很奇怪 我们礼拜天要去教会 我们要泄饭的祷告 我们就是不说不好的话 不做不好的事 但我们知道 我们要逃你的喜悦 这是我们人生最大的喜乐 祝祝鼓励我们 给我们力量 谢谢主 祷告封主的名 阿们